叫Many released candidates in Azure pipeline by deployment patents 那其實搞甚麼呢? 其實我們會用一些deployment patents 因為你上新版本的時候有些技巧 那這次最主要想和你玩一下Bull Green Deployment 即是用一下Azure App Service的Slog的概念 即時反過Slog 那我們第一件事要做 其實也是先按一下OneTenplay 每次都是的 如果有經過Tenplay 按一下Sign In 接著就選擇名字 這次就叫Space Game Web的Deployment Pattern 你先進去吧 接著就選擇名字 然後選擇你的organizations 確定要碰到你的Github 需要授權 已經登記了Github 所以沒問題 所以就製作一個project 給他一點時間 那現在給他時間的時候 其實理論上可以等一等 你可以選擇一個item 我現在正在做什麼 我現在正在做什麼 我正在做一個releasecundancy 這個 然後就拉過去 待會再做 現在就先玩VSocial Code 我們來來去去都經常做同一件事 就關掉舊的VSocial Code 我剛剛之前做了另一個Lab 也要去C Drive User Administrator 就把舊的Project 不要把Mobile Confuse 搞亂你 現在就開了一個Code 就在這裡 先用一些Code 或者打個Code 就可以了 我們就用一個Terminal 我最主要借Terminal 你用的 因為它是普通的可以 但我們就想用一個 不要用PowerCell 因為還沒Config 用Git Set 好一個 再重複做一些事情 其實這些不用寫 大家就知道 寫了結合 這次是Code Project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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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Code 你的Web Deployment 就確實有Web Deployment 結合開了 按一按這個Code 就可以Copy 快快 做一個Setup GitCode 然後 貼回去 然後 CD MS 可以嗎 可以嗎 兩個都已經做到熟了 經常都做這個動作 接著就是 設定Remo Host 可以嗎 Remo Upstream 我跳一步 可以嗎 我只是加這個Microsoft 這個 就搞定它 然後 我會在這個Folder 即這個Folder 再開一些Code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做了End 那麼多次了 開始完之後 其實我們有些事 要快快手手地做 要等的 其實就除了等這個Pyline 又起了 OK 可以按下Levitation to Project 然後呢 我們回到Azure Portal OK 我們至此都是那幾句 就是你的Microsoft 那裡 你就需要一個 開了這裡 你就需要去Microsoft Azure Portal 那裡 開一個Web 開一個Code Sale 給它一點時間 可以貼回去 看看有什麼VGen 但是你也知道了 我們每次都用回香港了 那我們就Fix 它 就是吸死前面 然後就是East Asia 可以嗎 East Asia 那麼 這裡呢 我先教你這個更久的動作 那麼 East ASIA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打字 那麼 就 一樣 其實就是這個來 然後呢 就 起一個RandomPfix 我們就不太喜歡用Random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少會撞 所以呢 通常呢 Ctrl-Shift-V貼進去的時候 可以打你的手提 打你的電話 打你的電話 啊 Student ID 也可以 按 按 按 打電話號碼 應該無二撞 然後呢 就CREATE一個Resource Group 可以嗎 可以嗎 Ctrl-Shift-V 這些是快的 我們要建立一個App Service Pen 這次有兩個Pen 可以嗎 因為可以看到 一個TestingPen 還有ProductionPen 這次玩得正經一點 因為這個是便Pen 然後便Pen 便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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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們玩Slog 這次是FargoSlog 改DNS 在Internal 這次要用一個貴Pen 所以待會你建立一個Pen 一個Pen 一個貴 所以你貼到這裡 就更簡單了 因為要開兩個Pen Ctrl-Shift-V 然後按多一下Enter 因為廢話事 待會第二個Pen 它不動 這裡要等的了 在等的途中 我們要去到我們的Project 就是Depth of Pyline Project 按一下Desk 按一下Box 然後按一下 下面是Box 再拉回Tasks 就是讓老闆聽 最後一個Tasks 我做一個CD 我做一個Deployment 設定 我做的Tasks 做了按 其實我們通常就做到這個步驟 其實現在這裡 就知道應該要怎樣時間 因為這個沒有用 但這個Ashua OK 其實可能做不到 因為 我們的訂閱 不讓你用P1 V2 OK 因為我這個 學生訂閱 可能不讓 所以 所以 想一想 再改一改 看看這裡有別的Pen 可以讓你用 可以查一下Document 但現在先記住 有一個Pen 應該不能用 然後按一下介面 我改了Pen 做S1 其實你看看 S1 如果不按下介面 看 看 其實你選擇S1 最重要是有一個 Staging Slot 因為我們要這個 本來是推薦用這個 可以嗎 但其實我減少轉了這個 你看到其實 是厲害 20部機 10部機 差一點 五個Slot 什麼都夠 我們用一個Slot 所以轉了Slot 之後 轉了Pen 做一個 叫做S1Pen 就可以 走得到 這個 Command 可以嗎 就是 CREATE 這個Linux 即是 Production 可以嗎 因為Production 需要支援 Slock Swap 即時可以 翻到 後面 然後 我們要 做CREATE 3個 但是 大家要細心一點 看一些Command 其實最主要的Command 就是Staging 這裡 看到嗎 這裡變成Production 這裡是Test Test OK 轉了它 就是CREATE 3個 這裏 你知道是等 Ctrl-Ship-V 按一下Enter 等它進去 在等的途中 其實就可以再看看 其實你就知道 應該會有一個 Application 你見到全部打開 CREATE 3個 在1個途中 其實可以按照 做一些很屬於狀 於是按Library 可以按Library 和林安詢詢 我們回頭繼續按 去按 我們再加上Apps 3個Apps 就完成了 當然要調查一下 我們回看上去 找這個Command 我們列行一些App 在Resource Group 我們就貼回Cmd,Ctrl Shift V 應該看到三隻都在運動 但特別的地方,Station是在第二個Pan 用了S1的,你要改一下Meter 因為Premium玩不到,我改了Pan 我不特別再輸出來看,記得轉為S1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做LAP 就會關閉Library 我們就去Pyline,Library,ConfigureVariable 他也是這樣做,所以盡量做快一點 Library,然後就... 開發Variable Group 然後給名字 Variable Group名字通常有Release 其實大家可以整個Set轉 心想要清晰 又是三個Application Depth 加一個Depth 加一個Test 加完再做,可能快一點 兩邊Cup 這樣會爽一點 再加 好,然後回到Consol 靠Consol就是最短的Depth 好,記得不用這個Domain 我之前第一次進入Domain 這樣就...不用Domain 然後就這樣,Copy 然後就... 然後就... 確定是Test 最後Staging 這樣就全部Cup 每次都要這樣做 然後就看看 3個Variable OK就Save了 好,那我儲存了 就設定好環境變數 設定好環境變數 我們設定了Environment Environment 要3個Depth Dave Save了 然後就... 環境... 記得按Save 環境... Create Depth 預設這個None 即不是這個Resources 接著就... 迫回頭 再這個環境 接著就...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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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接著最後一個就是Staging 即是重複再做 Staging 好,那這些基本東西弄完了 那呢,就去回... 服務 要連回... Pyline Project Settings 接著就要去回...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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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ions 接著尾一個Service 接著選擇ARM 接著是Nexi Nexi 之後呢 最緊要是選對你的Subscription 和Names 那個Resource Group 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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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自動選擇 選擇這個 每次都要選擇 那我先把名字 轉轉轉轉轉 一會兒呢 我有幾個Subscription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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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一等 那等的途中 可以回到那個Git 我回到一些詞 做一些東西 那...去回呢 Make Sure 你現在已經開了詞 那...去回 Terminal 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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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a... 那... particular 那... 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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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yok... 那我們去拔.. 那... 那 TSp... 是7B 字頭的 但你一定找到一個群組就應該是 你會見到那個resource群組就會 配合你的subscription 接著ok就save 然後就繼續做那邊 resource群組就拿了斑材 想看一些東西 其實現在下來之後 其實應該就可以 commit一次 之後我來進行Subscription 我們先進行Subscription 去打起 presents 後 vezes奇董 做到一場現在 卡定上Cup ring與Cup 連isations between 做褶唾 现在就放上去,看到它就上去了 一会很快就会走一条Pyline 然后看看程度,测试也好,测试也好,看几个长 你都会看到它有一个output 但现在我们可以去一条Pyline 然后按来看看 有4,可以去走一条Pyline 这里应该要5分钟以上 在走的途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东西 例如,我们继续在Nexus 就讲一下Pyline Departments的exercise 我们再玩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 Departments Lock的东西 Slock的Departments很快 我想问这个转版本要怎么转呢 其实你想升级转版本 其实这个Case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就是在Azure的世界里面 就这样把它转换了,换了另一个下 这个就叫做Departments Lock的玩法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们要先作一个Slock 可以吗? 其实这里就是StagingSlock 例如StagingSlock是怎样的 可以打这个Command 可以从Resource里面抄出来 给它名字 我们就去看看 现在我试试贴在Cowsell 我试试贴在Cowsell 我试试一试 接着就是Echo 因为有一个Web在这里 那就是Echo 可以看到Echo Echo的Staging 可以看到Cowsell有什么 就出来了 Constrate-V 看到中文名字 即使用这些Command 也会缺少许Kuro 这个App的名字 List的Web App的名字 可以找到它 那我就用这个来做些Command 其实这个Command 我们希望到处理了 把这个名字出来之后 我们想缺取一个Slock 可以吗? 可以吗? Swrap 做一个Slock 其实就用来换 我们希望把新版本和旧版本轮流 反而来反去 反而去Swrap 所以OK 就用它 如果不行的话 它就会返回 即时返回 那我们先Copy 然后我们就create一个Slock 那 OK 那其实理论上 就一个它就会起一个Slock 然后你多了一个 但其实我觉得 可以调转走一下 就是你可以走一走 一个Command 就是叫你看看有没有Slock 我先走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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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没有Slock 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可以不可以叫没有 那我们就create一个Slock 那你再走就会有 OK 那其实我觉得应该要达等 因为Depointment做完 可能现在有些干扰 就是我没有留意那些Code是怎么走 但如果看那些Code 可能它会有些Slock 的Wordboard 就是会在使用 因为其实我们看 它是批拉 OK 那我们说是看什么 就是看这个批拉 那现在我暗黏了 可以不可以 那就是development的Stage Testing的Stage 那这个Staging Staging 那这个Staging 就是出街 那我们去看看Staging 就是patt了它 但其实现在在这里 看一看 就是用一个 叫做1 一次过的 就是Current 那应该就没有 没讲Slock 那应该会用的 所以其实没有干扰 如果这样看下去 这个Command 没有干扰 所以就算在这里 别的邀请 可以够做一个Slock 也可以切开一个Slock 那我们由CREATE 那CREATE CREATE CREATE 一个Slock 就是wap 那就给你少时间 那其实在这个CREATE 的途中 我可以看一些东西 那其实我们在一般程序 一旦改了就會玩那個swap的slot 但現在我create的slot也不會干擾 因為現在沒有用,現在用主的 我們現在可以回頭說一些背景 說什麼叫做deployment pattern 其實我們有很多種的 出街新版本 很多時會說Bull Green,Cannery,Feature Tocco,Dark Launch,AB Test,Progressive Explosive 有很多的方法,但現在是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就是現在我們玩的傳統方式 這個傳統方式就是在Low Balance後面 它就把它換掉,但它用同一個Domain,兩個Domain的Tam,一個Production 它可以對調的,可以嗎? 它在後面在Cloud裡面反轉 其實是什麼IP,什麼什麼呢? 其實你也不知道的,用者會看到同一個IP,同一個Domain Name 不過它後面的Application就可以由新版本來反去 即是你變成Blue變成Green,Green變成Blue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是新版本的照片 因為如果沒有事,你就會用那個版本繼續去 因為有事就可以即時回頭 而第二種呢,其實也很頻密的 就叫做Cannery 什麼叫Cannery Release呢? 其實就是你有很多V1的圖案 可能你的全牛線應該有了十、20%或者一 tampoco 左右來逛了一大部分 paket 沒有事立即繼續來 接著這件號叫Fature Toggle Fature Toggle不關卡 hiçbir 一般程度一刻就不發訊息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很多時候會在Source Code 上 Depend on the user 就會放一些要 如果那個 user 中了 ON 就會有新功能看到 不然就會看不到 其實就用這樣的方法 去給部分人選另一個客戶來做測試 接著還有一些叫 Dark Launcher 叫什麼 Dark Launcher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後輯會有新功能出載 部份人會看到新功能 通常有點像 不過基本上是 Small Set of User Fixed 叫做 Pilot Beta Tester 有部份人會邀請你做 Beta Tester 那些人會不會看到新功能 別人不會看到 現在很流行講 AB Test AB Test 會有兩個版本 一起走 兩個版本就很流行 兩個版本都會有製作 兩個版本都會有製作 然後就要做一些實驗 AB Test 會做實驗 一測少就實驗 實驗下可能會有些指標 例如用戶買東西買得多 或者賣得多些之類的指標 然後就隨便派一些用戶 兩個版本去試 然後就看一些總計的數字 來決定哪一個版本是OK的 這就不關於地方紋身功能問題 而是很多時候是做測試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賣廣告 那時候是說賣廣告 奧巴馬選總統 賣廣告 他說究竟用什麼底色 他就隨機AB 做過網站 隨便派一些人 去看一些人 再做測試 哪些人會投票 做這麼有趣的事情 他就很喜歡說這些 那其實是邏輯 要用Progressive Exposure Deployment 其實概念就是先由Canary 洗洗Dependency 然後Air Adoption 其實慢慢放大 你也很容易明白 其實現在呢 我們在玩Deployment Slot 其實暗箱底 它換了另一個application 所以現在沒有轉 連IP都不轉 反轉了兩個application 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應該 應該的 應該的 就完結了 OK 亦都可以 完結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 這個guide line 看看 我們有個slot 其實現在的 現在的工程可以 可以看一下 這個application 你也知道 我們可以看看 剛才我們選擇的網站的名字 那 OK 那我寫了出街 SORRY 我按下去 有一個link體 按最後的step 那這裏就是 那個URL 可以Cupty 再貼上去 啊 SORRY 它應該 它就爆出來 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 灰底 OK 更新了灰底 可以嗎 那這裏是灰底 那我們再玩 我們模擬了 我們先把slog 再list一次 其實我們這次可以玩swap 因為有個slot 可以玩swap 即是發 即是兩個人會換 Ctrl-shift-v貼一貼 那這裏 這裏 這個staging 是有slot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是在slot上的 剛才slot是沒有東西的 現在slot有東西的 一個slot 那我們就可以畫 來做production 那裏換了 我們等一下就去到 我們的批拉 先Copy source code 其實就在底部變作 然後highlight這段曲子變作 先貼下去 Ctrl-a Ctrl-b 這個作為s 其實最大的轉變 就是 我們會玩了 deployment的技巧 我們的task就是 deploy個application 你看到現在多了 但是多了slog 就在swap 然後其實這個case 永遠就是 deploy的時候 就會跟你在swap 的production 搜尋 它就會兩個反轉 不斷反轉 每deport一次就是 左去右去左去右去左 給你做測試 我們現在就搞這個 你看到這段小曲 它跟你說 喂 你們怎樣玩 slog AES 即全都用slog 來做 然後 給它一個名字 用來做swap 叫slog 就是用來換 然後sauce 和target 其實以後 它換完之後 會改名字 大家交換了 我們現在就 再加進去 然後push 再製造一次 再製造一次 再去到resource seal code 然後terminal ctrl-sqv 三句command enter 記得按 現在就對上gethub 對上gethub 很明顯 這條pightline很快 底下的pightline 就會有走過 那你走的話 應該就會有一條新的task 再走過 但是這次其實那個demo 就變成了會做一個 就是用slog去做一個 固件deployment 我們要等一會 你見到它這樣 如果deploy了之後 你應該就會 你應該就會 你應該會見到少少的變 就是URL沒有變 但是應該是裡面變 啊 不是 它現在 對不起 它第一次未變 因為第一次要蓋面 下一次就會 下一個stile 等你做另一次 做一次push上去之後 等一會 我們要改一下 改完tile之後 改完tile之後 我們就 改了tile之後 我們就改了 改了眼色 然後就改了 上gethub去換 然後就好 上去發現有問題 我們要即時回頭 我們就可以用 reword command 即使用gethub 其實我們都說 gethub 我們把gethub的時光度 然後再push上去 那它就會很快地 發回到上一個 department的版本 那裏 就會用一個很快的方法 就可以幫你 回到舊版本 好啦 現在這裏 它需要一點時間 製造 我不特意在這裏等 我停了一條片 待會我們再做一下 step 那裏 批拉 又玩了五分多鐘 那裏就完成了 還有我們做了個 slock swap 的department 那就可以看一下 其實應該就 應該就 那裏 這個 那裏 我們再試 真的做個update 剛剛 就應該玩了一個 command 就push了上去 那裏 做了這個 更新 看這個slock 的department 做了第一次 那裏 我們看看command 的history 你看到就是push 那裏 然後就 對 我們做了第一回合 那裏 現在我們想跟著再做 做少許改變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人說 GitOps 類似的玩 那裏 我們再打開final 就可以了 找一個home 的index 我們改網頁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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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就說 Example for learning 那裏 我們就想改改 paragraph 就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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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上結合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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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是個combine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 css 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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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檢查了 那裏 那裏 那我們要從66 按下綠色蘋果 css html和css 按一個happy按鍵 按一下enter 按一下enter 到這裏大家知道 我們又要停一停 因為現在的staging slog應該會變成這樣 production的slog應該會變成 總之slog會有10度mg 應該會轉了 我們現在等一等 再看看它會怎樣 待會我們會回頭 但現在大家知道 你這樣弄完這條plightline 我們再按上去 可以看到有早再做一次 給它一點時間 看到每個stage都要走一分多鐘 Deport完之後 其實已經足夠了 這裡可以看到link的staging 然後staging在後面 變成新版 如果想回頭 上一個version 其實這個domain可以加回swap 因為這個slog了 它就會有個 即是subject 對不起 應該傳錯了 我們看看連結 staging 哎 那號碼後面swap 對不起 這號碼後面swap 你看到你的號碼 然後你的domain subject 就是swap swap 舊版 新版 舊版 兩個version都存在 其實有什麼東瓜豆腐 可以反過來 對不對 現在我們模擬有東瓜豆腐 模擬有東瓜豆腐 即是它不是 它這次玩git的plight 幫你bework 我們用plight 其實你可以直接在界面 看看comment 可以反過來 反過來 即是兩個對調 我們現在就回到git 其實就說 就說 no page online 我們有些comment 即是看一下git的output 可以嗎 看有git的history 這樣看 這裡就 我拉大一點 就貼上去 Enter 這裡有很多log init so commit init so commit 你們不知道是之前的 那是microsoft 但現在呢 在你的report 其實近來 你搞了 Bulgrin Deployment Chain Test Encounter On Home Page 這個就是 這個第一個 我們就說 這樣變成 reword 可以嗎 我覺得 不太對 no edit head 其實就把painter 指下 一陣 那你緊一下 你其實對 待會看到它指下一個 我們就把painter 好了 幫你倒帶 看到兩個file轉回頭 兩個file轉回頭 然後呢 你再打回剛才的comment 你看一下 你會看到的 所謂的 時光倒流 它就幫你reword 記得嗎 幫你reword回頭 這個就是剛才的comment 把這兩個抵消 其實沒有東西 抵消了 它會幫你改回頭 即是時光倒流 我時光倒流 其實你當時光倒流 其實你當時光倒流 你不會知道 所以我們時光倒流 所以我們時光倒流 就抵上去 然後抵上去 抵上去 抵上去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去回頭 你看看 那條批拉 又會再抵上去 因為連commention source code 都會整條批拉 表一表 但你看到這麼多事情 都需要五分鐘 我們現在就 又要停一停 表 表好了 整條批拉 就轉回頭 reword 那你如果reword 你會發現 先看清楚 之前 上一次的時候 就是新版的綠色 那你refresh 就這樣灰色了 反轉回頭 那你會變成綠色 那你會變成綠色 那你如果要急速轉變 其實他就會用另一個slot 那其實 其實 其實用批拉座比較慢 因為他真的超過整個幅 但其實如果你遇到緊急情況 基本上就用批拉 打commention 可以將這個slot 就這樣反轉 但是呢 現在就試了用git的運作 可以幫你時光倒流 除了時光倒流 除了時光倒流 sauce code之外 還可以時光倒流的軟件 那現在就搞定了 可以continue 其實就記得清掉了 哇 這次很貴 可以不可以 你兩個app service 還要用standard版 怎麼都不用付錢 是貴的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刪除 這個resource group 就是可以回到Azure portal 不然你死定了 可以不可以 Ctrl-Ctrl-Ctrl-V 可以不可以 Enter 然後清走resource group 按yes 不然你死定了 我先清走resource group 那你會幫你扔了兩個app service 因為app service 你敢玩的Panamper 接著就是project 我做完事 就跟老闆說 行不行 哇 真是瘦錢 商量化 我們就improve release 叫做Candency Candency 繼續 做完功課 做完功課 告訴別人 搞定了之後 我們可以Disable Pyline 或者刪除了application 刪除了project 這裏 通常我都懶得了 之前是做給你看 現在不做的 這晚一跌下去 刪除了它 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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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了